这四大才子当中金庸先生应该是咱们各位伙伴们最熟悉的一位了 几乎每个人都看过他的小说 或者说根据他的小说拍成的影视剧 但其实呢 这个写武侠小说啊 那只是人家一个副业 写着玩的 就连金庸这名字那都是笔名 他那本名叫扎良庸 金庸就是把最后那个金字边的庸啊 一拆为二了 那金庸的主业是啥呀 人家正式的身份那是香港明报的创刊人社评家 1991年明报上市的时候 市值八亿多个港币 所以说人金庸呢是货真价实的报业大亨 不过呢这个报业大亨那可不好当 1959年创刊 前三年都在那亏本 甚至有一段时间靠金庸的媳妇 就是朱梅当时这个典当他的嫁妆去维持 员工都要养不起了 什么主笔 编辑 记者 那都是金庸林两口子 写稿是写困了 冲杯咖啡提提什么吧 那就能冲一杯 你一半我一半 那俩人分着喝 跟金庸大伙伴报的这个沈宝新回忆 这个时候金庸住在尖沙嘴 办公室的地点呢在中文 有时候一忙忙的半夜呀 那个轮渡都没了 得租小船过海回家 这个小船呢就能坐六个人 凑齐了开船 这么的军摊下来价格比较便宜 那你要说说我不想等 那不行能不能立马走啊 也行 多掏三块钱 这金庸先生就为了省这三块钱呢 宁肯就凉嗖嗖在小风里边 咱那冻着 咱们从这两个小细节就不难想象 当年金庸创业那真是吃了不少的苦 为了提升这个报纸销量呢 金庸就琢磨个什么招啊 得了 写连载小说 神雕侠侣 就是他在明报连载的第一篇 武侠小说 其实之前呢 他在新晚报 商报 当编辑的时候 也是写武侠连载 也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所以说很多人为了看金庸的小说啊 就开始买这个明报 半年多的功夫 这报社终于缓过来了 至少能够维持收支平衡了 倪匡啊 曾经就说这个明报没倒闭 多亏了金庸武侠小说了 好 好